做一下蕾巴面包 那蕾巴面包它是怎么由来的呢 那为了这个问题呢 我19年去俄罗斯出差 我问了当地的师傅 蕾巴面包是什么 他们告诉我 在他们国家 只要是大的面包都成为蕾巴面包 那蕾巴其实就是面包的意思 那今天呢我们来制作这款蕾巴面包 我们看一下材料 材料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面包呢我们用的是中筋粉 我们先把面粉加进去 糖 盐 奶粉 然后我们的啤酒 碧尔啤酒 橄榄油 加这么多材料呢 主要是让这个面包的风味会更好一些 我们的全蛋液 鸡蛋 牛奶 这个面包里面没有水的 就是我们的啤酒 橄榄油 牛奶 鸡蛋 酵母 黄油也很少 所以先加进去 OK 像机器 慢速搅拌成团 快速搅拌出 有面筋就可以了 光滑有点面筋就可以了 因为它太硬了 搅拌不出很光滑的面膜 所以我觉得光滑有点面筋就可以了 拿出来 这个面团呢 它比较 硬了 其实我还是 用机器搅的 我怕大家在家里做没有压面机 所以我是把这个配方稍微调整 把液气做家里一些 让它 能用机器打到这个状态 那这个面包呢 在俄罗斯是没有这样的面包的 那这是我们国际 大家做了一个面包 其实就是硬质面包了 它里面包果干 包红豆都可以 那我们面团搅拌好 就立即分割 那不需要去做基础形态 面团比较硬的面 做基础形态 会让你的面团会更加干燥 分成250克一个 分割好呢 这个面团很硬的 我们给它稍微 揉光滑 用手给它 揉拉光滑 OK 放烤盘 盖上保鲜膜 然后松弛半个小时 这个面团的温度呢 大概是在27度左右 我们的 脸包面包 发焦了有40分钟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程序 发焦完的状态 是稍微有点违法 你这个面它比较硬 所以它发焦 不是那么的 我能做两种口味 一种是核桃和葡萄 在每一份是红色的 面团比较硬 不需要撒粉 擀得薄一点 那擀到我们大概是 20乘以 30 厂的一个 长方形 我们放上我们的 葡萄干 葡萄干是用酒泡过的 牢木酒就可以 那核桃 我们放上100个葡萄干 和100个核桃仁给它 扑云 按一下 卷起来 转的时候拉一下 转的 转一下 天条分布的均匀 那转起来 圆柱形 就可以了 放入考班 银发酱 我们放150个红豆 这个里面的馅料 可以自己去搭配 可以做很多种 口味的 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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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去发酵 如果加了有喜马 这样就放喜马 像以温度30 制度75% 发酵40到60分钟 我们的脸巴面包 发酵了有快一个小时了 原来大的有一圈左右 我们给它刷上全蛋液 刷蛋液呢 是让它上色漂亮一些 有人问我能不能刷蛋黄 也可以 蛋黄颜色会更深一些 蛋液可能烤出来会颜色会更 显一些 我们给它刷上刀头 这个面包 为什么叫大脸巴 也是因为它烤完会裂菜 所以很多人叫大脸巴 刷上刀头 刷上个三刀 稍微刷个大概 零件七厘米 这样 三刀就好了 OK 那我们以上火200亿 下火170的温度 烘烤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那就烘烤 那我们的脸巴面包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品尝一下 先切一个带核桃的 我们看看它的阻值 是比较有带核桃的感觉 我们的脸巴面包烤完后中间是这种 这个是包裹仁的 比较饱满 这个是包红豆的 那其实它也没有想到那么硬 因为 像我们家的液体比较多 让它在家型里好操作一些 所以它 这起来还是蛮软的 因为它的咬断性比较好 是因为我们用的中筋粉 非常好吃